简称IB的国际中心会考课程 全球各地区的成绩陆续揭晓 本地学生的及格率比前年略微下滑 达96.66% 但仍比亚太区约88% 和全球整体的约70%高出不少 是的 全球考获满分的69名考生当中 就有半数 也就是35人是本地学生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情绪激动 感恩的一刻 这对18岁的英华自主学校毕业生 谈贤辉来说并不容易 原来贤辉最敬爱的外公 在他备考期间不幸心脏病爆发事实 不过他努力振作 最终考获45分满分 并计划继续为弱势家庭的孩童免费补习 我自己就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 就可以追求他们要的那些梦想 英华自主学校今年取得大丰收 及格率不仅达百分百 而且每10名考生中就有7人考获40分以上的佳绩 新加坡艺术学院同样全校及格 每两名考生中就有一人考获39分以上 考获42分主修戏剧的林恩恩就希望将来能学以致用 帮助年长者 最大的问题因为新加坡现在有老龄化的趋势 他们都非常孤独 所以就想要用戏剧方面来打开他们的心肠 告诉他们其实有人在关心他们 华中国际学校也有高达99%的考生及格 总体来说 本地考生共有2250人 占亚太区超过三成 IB的其中一个必修科目 是一个名为创意活动服务的课程 让学生通过思考组织和实践的方式 来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考生 在某一程度上都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学习如何更好的回馈社会 新潮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